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起了社会上的很多冲突和矛盾 但是整整50年过去了 几代人都是出生在Roy V. Wade判决之后的 绝大多数的美国公众已经接受了女性堕胎权受宪法保护的这种说法 这个时候如果立刻全面的颠覆Roy V. Wade 这个不是保守主义 而是一种理念上的激进主义 因为这个本质上就是要彻底颠覆几代人都接受的一种观念 而去追求所谓法律上的纯洁感 Stevens说 什么是保守主义 最重要的是 一种突然的全面的对现有法律和公众观念的颠覆 将会严重的破坏公众对于法律和制度的信心 尤其是当这种改变是在没有和公众充分讨论 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的 这是一位保守派记者的意见 美国在他对宪法的解读中一直有两派意见 一个叫Originalism 可以翻译作原文主义 一种叫Pragmatism 可以翻译作实践主义或者活宪法主义 Originalism原文主义的核心 是说我们对宪法的理解 要完全遵照立法者的文字 表面的意思 而实践主义的核心是说我们对宪法的理解 应该去体会立法者立法的目的和原则 然后把这个原则和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去理解 圣经里有句话叫 字句叫人死 但经义叫人活 原文主义就是看字句表面的意思 而实践主义就是说去看它的经义 但是请注意 这两种解读方法是各有利弊的 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目前美国最高法院中显然是原文主义更占上风 美国的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 也就是美国建国核心理念的那一套文集中 他说为了避免法庭做出随意的自由裁量 法官们必须受到严格的规则和先例的约束 原文主义之所以目前在美国司法界占上风 正是因为它可以一定程度的避免随意的自由材料 但是有趣的是 颠覆Roy V. Wade的做法 恰恰是为了遵从原文主义而去破坏先例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悖论 举一个华裔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例子 拐卖儿童 拐卖儿童显然是一个罪恶 但如果儿童被拐卖了之后 他已经习惯了和现有的养父母生活 这个时候是否还应该把孩子解送回自己的原生家庭呢 Roy V. Wade是一个最初的错误 但是历史已经走过了50年 这个时候你再突然完全的颠覆Roy V. Wade 就好像是突然把这个孩子又送回原籍 这个不是保守主义的循序渐进 而是激进主义的急功近利 那说到底 到底什么是Roy V. Wade的案件呢 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 经过两天时间 很多人已经对这个案子有所耳闻了 那我这儿主要是重点介绍一下 该案的判决部分 在1969年 德克萨斯州有一名女性意外的怀孕 她希望堕胎 但是当时德州的法律是禁止堕胎的 到1970年 这名女性就把德州达拉斯县的检察官 叫Henry Wade 告上了法庭 这名女性为了保护自己 在法律文件中她使用了化名 这个在美国是允许的 她的化名叫Jane Roy 这就是Roy V. Wade这个案子的名称的由来 这个案子最终就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以7比2的投票比例宣布Roy胜诉 理由是德州限制女性堕胎的规定 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中 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我们来看看这个条款的表述是什么 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相关内容如下 不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这个看上去似乎和本案无关 但是当时的最高法院认为 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 是被宪法保护的权利 因此女性是否要堕胎 她属于个人隐私 那么州立法就不能够剥夺这个权利 这是一个擦边擦到球毛的微微被风吹动的 这个地步的这么一个判决 实际上宪法中不但没有关于隐私权的描述 女性选择堕胎也不能够完全用隐私权去解释 否则我在家打老婆算不算我的隐私权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Roy V. Wade的案件 从判决一开始就广受争议的原因 实话实说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支持Roy V. Wade的案的判决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判决的实际效果是正义的 现代伦理观念中 女性确实有权来决定自己是否愿意生育 几乎所有的支持者 都是从结果正义的角度去支持Roy V. Wade的 好让我们回到现实中 阿雷托大法官决定彻底的推翻Roy V. Wade的案 把关于堕胎问题的立法权利交还给州议会 这个在法理上来说是说得通的 让我们实事求是的来面对美国的宪法 在美国的宪法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保护隐私权的说法 更没有任何保护女性堕胎权的说法 事实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美国建国那个时代啊 18世纪的时候 女性堕胎比现在还自由 那个时候你只要没有感觉到胎动 连教会都不会反对你堕胎 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认为 不动的胎儿还不是生命 胎儿动了 她踢妈妈的肚皮了 你感觉到胎动了 那个时候的人们才认为那是生命的开始 所以美国的国父们做梦都想不到 堕胎居然能够成为一个问题 他们又怎么可能在宪法中给予保护呢 除去这个突然废除Roy V. Wade 是激进主义这个问题不谈的话 把立法权还给人民选出来的州议员 这个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一个做法 如果不那么体面的说话的话 你这个州的大多数的人民的文明程度 根本就没有进化到要去尊重女性的生育权 那么你们选出来的大多数的议员都是保守的共和党 那对不起 州议会立法禁止堕胎 那就是你这个州的宿命和应得的结果 你可以投票换一个州议会 对吧 或者你用脚投票离开这个州 这个听上去非常冷酷 但是呢 他逻辑自强 好 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看上去不是很简单吗 但这个时候 我的听众们 我们刚刚开始接触到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 法官们是不是单纯的工具人 什么叫工具人 就是说他们的任务就是根据现有的法律文本 一字不落的虔诚的忠实的执行法律文本的规定 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是工具人 他们就是执行这个文本的工具 没有个人的情感 个人的道德判断 掺杂在里面 好 那么法官应不应该是工具人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问题 如果 法官们不是工具人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 通过偏向于这个实践主义 pragmatism的态度 去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判案 那就会判出 Roy V. Wade这样的案子 对法律文本几乎是采取一种牵强附会 甚至是不严肃的解读 那法律本身 他就失去了稳定性 法官本身就开始执行某种公权力 他会深度的涉足政治 请注意 在美国 法官不是民选的 一个不是民选的 而且是终身制的法官 如果他能够涉足政治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好 那么我们反过来是不是就对了呢 如果法官们是工具人 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 忠实的执行立法者规定的法律 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21世纪的已经开始玩虚拟现实的美国人 还在按照18世纪的一帮农牧民 制定的社会规则在生活 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如果240年你说还过得去 那500年呢 1000年呢 整个社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过时的法律体系 根本就无法有效的保护未来的人们 就比如说 这个女性的堕胎权 美国的国父们做梦都想不到 会冒出这样一个权利来 那将来呢 虚拟世界中的权利呢 机器人的权利呢 我的机器人配偶 能不能够有我的财产的继承权呢 这些问题都会面临无法可依的这样一个境地 美国作为普通法系的国家 确实可以通过判例来不断的制造新法 但是从根本上依然无法避免上述的矛盾 Roy V. Wade制造的新法既是随意和武断的 又无法保持自己的稳定性 50年之后又面临被推翻的结果 美国的法律的稳定性又遭到破坏 这里的节症是什么 根本的问题在于 美国的先贤们没有预见到历史进步的速度和程度 他们过于保守 将修宪的这个门槛制定的太高 这个问题上美国国父只有杰弗逊是比较清醒的 就是现在这个已经不太流通了 收藏价值很高的两美元纸币上那个头像 托马斯杰弗逊 这个两美元是很清醒的 他说 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制定永久性的宪法 地球永远属于生活在其上的那一代人的 所有的宪法 以至于所有的律法 都应该有一个有效期 比如说19年之后就自动失效 重新制定 当然19年这个说法也许过于激进 但是宪法应该可以修改 这个是杰弗逊思想的核心 很可惜美国最终没有选择杰弗逊这条道路 一些华裔和中国人甚至是会羡慕美国宪法 说这个宪法非常稳定 几百年下来只有二十来条修正案 多完美啊 但是这个是一种静态的思维 或者说是一种对革命厌倦了的一种反弹 事实上宪法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不断的改进 这个才是一种合理的状态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还是加拿大 修宪的门槛都要比美国低很多 在美国你要想修改宪法或者说增加修正案 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还要有四分之三的州都批准才能够通过 在美国这样一个意见多元的社会中 这几乎是一个完全无法跨越的门槛 僵化不变的宪法 面对社会不断出现的新情况 这就是一个解决不了的结证 这个结证只能逼着法官们 不断的用自己的理解去制造新法 一方面像我前面所说的 非民选的法官深度的干涉了世俗的政治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 法律的严肃性也被Roy V. Wade这一类的判决所侵蚀 但是美国整体的这个社会中 依然没有勇气去承认说 草我们的宪法太过时了 还没有人敢说这个话 这个就是我说的美国与生俱来的基因中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会不断的爆发 如果美国是幸运的 那么美国可能会通过一场较为深刻的变革 来改变自己这种宪法不能动的带病的基因 否则美国作为一个老大帝国就会不断的衰落下去 因为这个有病的基因会不断的发作 世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帝国 都是因为自己无法改变 那些过去带来成功 却在新问题面前成为阻碍的制度性的因素 最终走向衰败 愿上帝保佑美国 好今天的明察秋毫就到这儿 明天周五是我的北美经纶节目时间 我在明天将会向大家介绍一些 关于帝国衰落可能的一些因素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现在发生的一些事 看看哪些是我们现在应该引起警惕的 好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